这是雍正一个人的九块九精品小火锅 没有牛羊肉卷 没有虾滑鱼片 有的只是青菜豆腐和豆芽 雍正威逼双眼 回忆着上次和孙嘉诚年更有 一起把酒言欢的画面 往事历历在目 可孙嘉诚却以身手异处 憎恨年更有的青流们聚集在一起 他们是要将年更有置于死地 以告为孙大人的在天之灵 娃一身青色长衫 头戴相遇瓜皮小帽 一脸悲痛地走入孙嘉诚的灵堂 首年三只沉香屈身一败 然后再当着上 娃这波操作简直与当年的老九 给年更有下跪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老九下跪是给年更有递刀 好让他膨胀自大广结厄园 甚至事工而交藐视黄泉 而老八的灵堂一贵让雍正压力极大 他本想事缓则缘 让事态冷静下来 留年更有一条狗命 毕竟西北的叛乱未平 万一月中起难看大任 他还需要年更有替自己卖命 但奸华的老八正是看透了这一点 所以这才不惜身份当众一贵 雍正在上书房思考了很久 最终无奈地做出决定 十三夜奉旨 带着上书房的三位大臣 去祭拜孙嘉诚 谁知完事以后却走不掉了 十三爷被迫接过奏折 只见封面上赫然写着 请杀年更遥以谢天下书 十三爷打开奏折快速浏览了一遍 里面的大体意思是 恳请皇上霸气官夺其诀 然后杀旨以谢天下 张天玉和龙可多瞟间奏折内容 互看一眼深感惶恐 老十三和尚奏折还未开口 联名上奏的官员便纷纷跪下请愿 十三爷无可奈何 只得答应 好吧 我们转程吧 果不出张天玉龙可多所料 雍正看完奏折以后非常生气 因为联名上奏 等同于逼雍正杀人 这是所有皇帝都不太喜欢的方式 也不知道是被弃的 还是九块九小火锅的问题 雍正突赶局部波涛汹涌 说着便往身后的卫生间走去 片刻之后 李德全来报 说是年高瑶的谢恩哲子到了 打开 雍正上下同频 将心中的不满和腹中的不快 全都面对百官的弹劾 面对不合时宜的谢恩 雍正究竟会如何回复年庚瑶呢 混战 下了你的狗眼 我虽说不是大将军了 我还是杭州的将军 还是朝廷的一品大员 竟敢用这样的东西来躺在我 年庚瑶是万万没想到 自从他被贬为杭州将军 生活质量是一将再讲 现在就连心爱的小炒肉和白菜心都见不着了 年大人所说不错 这范石确实不是招待一品大员的 而是招待四品官员的 这是昨天刚到的上狱 您自己看吧 棉高瑶整个人都傻了 尼玛 我这杭州将军的位子还没坐热 竟然又被连扁五级 联王接过圣旨确认 谁知他刚一打开 耳边就传来了雍正愤怒的声音 朕真无识人之名 怎么就用了你这个忘恩服役 毫无廉耻之人 当初你在杭州将军手下当过参将 今天朕还让你到杭州当参将 苍天在上 朕若负你天诛地灭 你若负朕 不知上天如何发落你 好吗 雍正都用上吼叫心了 不过这又骂又表白的 搞得年更瑶压力很大 皇上到底恨我呢 还是爱我呢 我的谢恩折子不都上了吗 咋还扁我五级呢 难道是怪我谢恩下晚了 搞不清状况的年更瑶 是饭也不吃了 老婆也不管了 拿着折子就去了书房 他要再写一道谢恩的折子 省得再给人留下把柄 可他不知道的是 身在京城的雍正 其实压力也很大 以马国成表哥 谢继世为首的御史清流们 正守在孙家城的灵堂 逼着用证给他们一个说法 谁知年更瑶的事情 还没有结论 李维在江苏推行的探定入目 又遭到了地主 山士们的激烈抵抗 并监管浙江 这下李维直接从江苏巡抚 成了江苏 江西 安徽 浙江四省的巡抚 浙江官员中凡又不推行新政者 立即可知 张廷玉这边刚刚推下 马其就又抱着一摞奏折进来了 一路小跑赶到了永和宫 黄阿娘怎么样了 太医呢 太医已经请过卖了 受药房正在煎药 只见乌雅是虚弱的躺在床上 用尽全人力气 摆了一眼雍正 接着便挣扎着想要起身 乌雅 您躺着 我起来 乌雅是扫尸了一圈在场的妃嫔 但好像没有看到自己要找的人 太后 你要叫谁 听到这话的秋月赶紧站出来请安 还以为婆婆想见自己来着 没想到老太婆这是逗她玩的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太后 出去 你给我 出去 我不想见年家的人 乌雅是之所以如此讨厌秋月 无非就是因为年刚咬 抢了他宝贝儿子老十四的大将军王 可这管人秋月啥事 有本事你去怼年刚咬啊 秋月尴尬的站在原地 委屈的泪水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他不知所措的眼神求助 可雍正却冷漠地躲开 好在春元皇后即使站出来打原场 妹妹 嗯 别人太好神奇 在甄嬛暗令容审美妆等一众妃嫔 幸灾乐祸的注视下 秋月只能含着泪黯然退场 而雍正老娘乌雅士的生命 也即将走到了尽头 老四和老十四的战争 终究还是爆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